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阅读者 因为热爱然后坚持了这么多年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崇拜爱因斯坦 经过二十三十年年的自学 我自学了大学数学物理课程 他们的每个人的烛光使我能够照亮黑暗 使我能够举举前行到现在 我们镇上的话有十九个农家书屋 每个书屋都有一个 这个数字农家书屋的一个点位 每个星期都要来大学浪测 因为我设计的面比较广 现在很多朋友跟我们说 这个《谈花岭》那现在是 一半书香 一半烟火 我们需要每一天去阅读 就像我们每天吃饭一样 好的文学形式 艺术形式 其实对人心灵是有疗愈的作用的 我们的书读多了 容颜自然会改变 福育的书香不仅仅要养我 江城少年 江城童年 而且应该养我大武汉的 市井本性千家万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店 酒店